这个女人快要死了 她手臂上的时间 只能再维持两天半 她拿出半小时 让儿子吃一顿丰盛早餐 剩下的时间 一半交房租 八个小时付电费 临走前 她再三叮住儿子 两天后在公交车站会面 很快相约的日子到了 女人拿辛苦挣来的时间 去银行交了两天贷款 意气风发走上公交车 可刚要付款 师傅却开口称 车票涨价了 以前是一小时 现在需要支付两小时 女人恳求师傅通融 因为她现在 只有一个半小时时间了 师傅却言辞拒绝 车上的乘客也面面相去 毕竟时间就是生命 为如约见到儿子 女人开始在街上狂奔 她招手向路过的车辆寻求帮助 却被直接忽视 希望行人施舍自己 可耐人唯恐避之不及 眼看只剩21分钟 她拼尽全力往前跑 另一边儿子手捧鲜花 在站台等待母亲 因为这天 正是母亲50岁生日 迟时不见母亲踪影后 她知道母亲出事了 扔掉鲜花 赶紧往回跑 此时母亲还有9分钟时间 她穿过小巷 绕过街角 在最后10秒钟 看到了儿子身影 两人一边呼喊彼此名字 一边拼尽全力跑向对方 终于在最后一秒 成功拥抱到一起 可惜母亲已经没了呼吸 她手臂上的时间 也全部清零 这是100年后的世界 人们不再靠金钱进行交易 而是直接拿寿命消费 扫描是支付 握手是转账 所有人一旦活到25岁 便需要自己打工延长寿命 至于他们的样貌 也会永远停留在25岁 在这里 富人几乎永生 穷人随时丧命 男主威尔就是生活在贫民窟的穷人 他每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看顿自己的时间 然后花4分钟买早餐 飞奔去上班 迫于富人的压榨 工厂客扣时间 物价不断上涨 大白天的街道上 时不时会有人死去 威尔以为自己也命不久已 可上天却为他派来一位贵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简单惩处时间盗贼后 主动返回富人区 找父亲认错 眼看阿曼达将枪放到地上 父亲以为他诚心毁过 可下一秒 一个枪口对准父亲 是威尔 他与阿曼达发现 只靠时间银行的小数额 根本无法改变贫富差距 此行目的 是为了拿走一百万年 他们挟持父亲来到大楼顶层 通过达尔文生日 成功打开密码门 取走时间 把他交给平民窟一个小女孩后 踏上了逃亡的路 很快 莫菲急速追来 他把威尔与阿曼达逼到绝境 正要开枪 却因忘记领取昨天的薪水 领了盒饭 眼看自己与阿曼达 只有不到一分钟的寿命 威尔拼命跑向莫菲车子 终于 他成功领取莫菲薪水 就下阿曼达 影片的最后 平民窟众人依靠一百万年 跨越边界线 涌向富人区 时间管理局老大见状 直接罢工回家 至于威尔与阿曼达 他们则决定洗劫一家更大的银行 继续劫富济贫